路坐好就沒有了 你有看到機車位嗎 那警察開單的情況呢 很平凡 很平凡 民眾抱怨機車停車位變少 臨時停車可能會被開罰單 主要是中山一二路拖寬之後 機車停車空間就不見了 以前是這邊的話 絕對還沒有過出去就完 沒有這些困擾 機車都可以停 沒有這方面 因為中山一二路過了以後 它有步道要給人家走 所以會產生機車沒辦法停 所以現在今天我們會看到這個區塊 是讓機車可以很安全 安全的停放很放心 不會有開單子的問題 不只附近的住戶及周邊店家 覺得不方便 就連臨時停車的民眾都覺得 有增設停車空間的需求 金融市議員宋偉利 22日邀請了交旅處 公務處及警察局等單位 研議在空地畫設停車空間的可行性 在不妨礙行人行走空間的情況下 劃設停車區公民眾使用 中山一路一直沿線到中山三路這個地方 因為道路的拓寬之後 使得我們的停車會銳減 那麼經過我們這邊店家 還有我們里長的大家的建議 希望這邊能夠做一個 零停的一個機車停車的一個空間 很好 那麼我想今天找交旅處以及公務處 還有我們市分局的 他們來會看 那依照全署單位大家都是沒問題 就是說這可以釋放出來 所以我想說日後這邊 希望機車能夠有地方空間可以停 以這邊來講它實際寬度是9.6米 你現在能畫的部分是9.6米 那如果說是不畫標線 至少可以停到14到15 地面乾燥 第二個是要我們在派工 看什麼時候攻擊 盡快啦 我們盡快安排先施工 因為這是只要有畫線工程的話 就一併來施工 不過市議員宋偉利也認為 政府在批建道路前 應該針對原本的汽機車停車空間 先進行評估 納入考量 而不是用開單取締來整頓交通秩序 我想政府在併設新的道路的時候 一定要顧慮到民眾停車 不管機車或者汽車停車隔 因為金融真的太短缺了 然後道路開得那麼大 然後其實有用 可以善用有些的空地 來作為停車場使用者 經過各單位演繹 新的停車空間將等待天氣放晴 由交旅處負責現場七會 讓周邊民眾可以安心停車 記者黃少民 基隆報導